今天早上,在中央流行疫情指引中心公布的本土安理是指揮的265億 在200萬人的確診票中,其中千多人在新北市、三下人在台北市 白天還在陶研市 陶研市是指揮的確診票 第二天,有從陶研市政府提供的書記 但從前來看到,在某些確診票中 陶研市中間有365億 其中陶研市在白島一定度的,都陶研市有120億 在陶研市的客家文化充電發展期當中 陶研市中間有365億 其中陶研市在白島一定度的,都陶研市有110億 在陶研市政府出陣的確診票中 請鄉親民有的特別注意到 因為現在的8609億 87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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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陶研市的 205億 就可以陶研市的動作 來發展 就在這裡關於動有量的賣蟲 特別是貴賞期 韓國的陶研期 還有一個平鎮期 是那些消費報復 還有其他的台賣蟲 韓國經兵在早晨的時候 陶研市中昌文餐 就在防疫病毒中 提出的新的做法 有關於860億 一直到6月17日 5月1日 其實6月17日 就在全國提升到 防疫病毒 三個病毒的接觸事件 在860億 陶研市在860億 會清醒到全台灣提議 提出這樣的做法 也就在要求 民用民法的疫情 加到6月17日 疫情到6月17日 亞團期間不好做成 因此全台灣提議 由營市政府過天 按照 比方說 因為將來做 建條南無的疫情 加到 不會同一個做調教 不會同人 離到動检 出現說 不會有車內車起 這樣的情形 但將建條南無的 要控制 還有將導致 學習做民用 和建條南無 做資格 做藥的目標 相關的壓制 對亞哈記師 6月17日 都適合 生命當中 在做不得做成立 希望沒有注意到 違法令人 除了本人 只有傳言票 諷刺法 最後會本人發 一番運 提醒鄉親朋友 給導致意